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发生在今年2月19号 在台北市政府二楼 亲子聚查 被逮捕放置 要杀害市长的统合案件 警方宣布破获 反弹发生以后 警察局出局长 非常的重视 所以特别指示刑警大队 还有信息分局 成立栋梁要求专案小组 全力真摆 经过专案小组 12天的深入追查 在昨天 也就是3月3号晚上 在新北市中和区 逮捕黄信祖贤一人到案 初步征讯的结果 黄信祖贤坦诚作案 全案将依捧克危害安装罪 提送台北市政府来侦办 警方调查发现 黄信祖贤的作案东西 主要是个人对于市长 市政里面的不满 所以在案发当天 从中和地区搭车公车 到达台北市政府 进入了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 在上去到亲子剧场前面的公共区域 放置杀害市长的执照 那房前个人的行为 纯属情绪的发现 并没有要真正危害市长的安全 这位老先生从电湖地上来之后 走过这个亲子宝场 从里面往外拍个剧场 然后拿一箱子就放在这个剧场外面的长条桌上 那一箱子就是我们画的这里 上面有一些漫漫 恐怖的一些字句 那放置完之后 他在这根柱子后面 这个是一个展示墙 在那个墳墙后面 操作停留之后 往原路离开 这就是我们锁定他最关键的做案 那另外一关谱面 以及公车上的画面 因为我们对这个点的部分 他觉得比较明显 我想这个针对这个被爱人保护的部分 千万保护过我们 不值得在这边跟赞争资保 那这是最关键的路由来 就是因为这个路由来我们来锁定这个 然后沿路一路标为他来解决机 来找他来自家